这群飞狗 还要抓依然的朋友 诗语 你快走 快走吧 阿姨 艺兰说过 如果她出事了 要我好好照顾您的 你管我了 你快走吧 阿姨 要走的话 我要一定带你一起走的 我答应过艺兰 要好好照顾您 不能住向你不管 你管我了 你快走吧 好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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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儿吧 事儿 没点人 走 走 这么好的房子 得花多少钱啊 阿姨 这您就别管了 您先住着 缺什么少什么 让沈妈去买 沈妈 小姐 阿姨 这是沈妈 往后我不在这里的时候 让她照顾你 好 好 沈妈 你下去瞒吧 好 早知道艺兰会出事儿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孩子 你舅舅不是当官的吗 你能不能去求你舅舅 帮我打听打听 艺兰被关在什么地方 到底犯了什么事儿 能不能想办法 把她弄出来 把她弄出来 阿姨 说句实话 我这些出来 就没准备回去 怎么 跟家里闹别扭了 孩子 你知道 阿姨在官场上 又不认识什么人 艺兰的事儿 就全靠你了 阿姨 阿姨 求求你 一定要帮阿姨这个忙 阿姨 阿姨 我做就去想办法 做处长啊 您消消气 丽宇这孩子太任性了 您哪 就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姚小姐什么意思啊 我在电院院门口 等了半个多小时 太不像话了 是是是 等到回来以后我 我好好管教管教 舅妈 丽宇啊 你穿成这样 跑哪儿去了呀 啊 人家朱处长 在电院门口 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舅妈 我要是真心喜欢一个人 别说让我等半个小时 就是半天 半个月 半年 我都愿意 杨洁姐说得对 就那么一小会儿 不算什么 不算什么 你们聊 你们聊 杨洁姐 你这事啊 周处长 我今天确实有急事 不然的话 也不会让林 白等那么长时间 急事 什么急事 算了 还是不说了 说了 你也帮不上什么忙 你要这么说 我还倒真要问问清楚了 在重庆 还有我朱涛斌 帮不了的事情 你真的愿意帮我吗 杨小姐的事就是我的事啊 太好了 是这样的 我有个同学 前几天被当作共挡 给抓了起来 他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 每日儿儿子 老人家 行了行了 我当什么事呢 你告诉我那人名字 我保证明天一早 让他平安回家 真的 方文库哪那算什么事啊 你告诉我名字 他叫陈毅然 陈毅然 好 我记住了 谢谢你周处长 都是一家人了吗 杨小姐还这么客家 杨小姐 曾经的事啊 我和家父商量过了 时间就能下月出八 酒席已经开始准备了 这段时间 你就不要到处乱跑了 在家好好准备准备 下月出八 是不是有些太仅促了 现在局势非常紧张 上海已经失守 重庆恐怕也维持不了多久了 不过 我别担心 家父已经为我们安排好为妾 曾经过后 我们去美国 去美国 胡锡文 谁啊 李欣宁 杨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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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姐 老许来了 朱云同志 老许 你瘦得行 特别重吧 我还好 你呢 我没事 大家都说你是这里受刑最重的 还说自己没事 好了 我们不说这些了 朱云 我们长话短说 你还是快说一说外面的情况吧 朱云 没事了 你接着说吧 班长 这是您的韭菜 要是没什么事 我得先走了 等会儿 我说老何啊 这楼下两间储藏室 三天之内 如果你还没收就妥当 所长可要对你下黑手了 你这鬼儿子 你得小心点啊 班长 这事你得跟帮帮说说啊 那两间房子 它不是一个人能干得了的活啊 白天我得做饭 扫厕所 晚上快点 行 行 行 你跟我说这些没用 三天以后 如果你还没干完 如果你还活着 你啊 跟他去解释 这 啊 我们会叫啥 我们俩捐 各位 我们俩捐 中国人 行 来 人 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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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把这些工作 Beat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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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呢 说话 报告上官 我再接手 镇业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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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快点儿小玉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换个火柴吧 不行 开手已经紧无了 你不是在截手吗 这个腰带怎么没截啊 准备撂到裤子里啊 报告长官 我已经解完了 你再找找 咱们快点儿 刚才这衣服掉了 我这儿这么不好去挂呢 把衣服挂好了 睡觉 你快点儿小玉找到了吗 没有 没有 把衣服挂好了 睡觉 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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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区 找到了 找到 封匙 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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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总 记者们在会议室等您半天了 顾长官特意叮数 这次一定要高调报道 投出您的睿智忠诚 今天程浅 陈明仁 全国通电振前反戈 党国局势岌岌可危 三乡之地 是拱卫西南的屏障 民国三十一年 薛岳将军就是在这儿 抗击了穷凶极恶的日口 今天是要地尽尸 门壶大开 局势越不利 我们的责任就越大 区区一个江州员 那算得了什么 我们必须确保重庆的安全 把那些残渣余孽彻底扫灭 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我们的忠诚 是我 必须这么做吗 是 我马上就办 出座 没事吧 把陈毅然放了 为什么 他是弟兄们拼命才抓来的 怎么说放就放啊 顾长官的指示 马上照办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这么痛快就出去的 好方了啊 你姐姐出来传个劲 快点 你怎么不能快点啊 带着脚料呢 没看见啊 哎呀小兔崽子 你胸壳堵嘴了是不是 带着脚料呢 快进去 灵人 慢点 这会有人跟你做伴了啊 快点 快点 慢点 陈叔叔 这个叔叔刚从地牢里出来 我妈妈说 地牢里太黑了 如果出来 我把眼睛蒙上了 眼睛会坏他 所以妈妈就给我一些布条 我就帮他蒙上了 保护眼睛的 别急 还不能摘 待会儿就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啊 他呢 叫宋镇中 镇兴中华的镇 镇兴中华的钟 对吧 别看人小 懂得可不少 这些都是我妈妈交给我的 我妈妈还说 这些布条 用完之后不能溜溜 拆下来 拧成绳子 一头穿在脚链上 一头拽在手里 这样走起路来 就不会觉得脚链重了 这是个好办法 陈忠啊 我想和这个叔叔 说点悄悄话 但是不能让坏人听到 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啊 你们说吧 我就帮你们 嗯 叔叔 那我就站在门口 背诵九九歌 小声背诵 说明平安无事 如果特别大声 你们可要小心了 那一定是狗来了 好 诶 传叔叔 我和这儿的每一个好人 都有一个专业网号 以后啊 九九歌这个网号 就是三分仨的专业网号 你们可要记住了 好 我记住了 那好 那我去制新任务了 去吧 一得一 一二得二 一三得三 一十得四 一五得五 一六得六 一七得七 一八得八 你 就是陈依然 你认识吗 应该认识 可我们 好像从来没有见过面吧 我们虽然没有见过面 但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 你是 我是 刘国阳 怎么 不相信我 你相信我吗 这样吧 那我们都说一点 彼此熟悉的事情了 好啊 在重庆市区里 有一间杂货铺 如果你是自己人的话 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哪一间 在那个杂货铺里 有一个掌柜的 如果你是自己人 你也应该知道 我说的是哪个掌柜的 我说的是哪个掌柜的 咱们在对方的手心里 把掌柜的名字写下来 记住 是大好 西红 西红 利益 外好 无大本事 你就是高一刷的陈一人 你就是投心人搞的优惠啊 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长时间 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那一次新的报纸出来的时候 我就在想 搞你说的那个小子 到底长什么样 楚云霞同志长那么漂亮 我也在做 他的男朋友 会是合同尊重的 这一次见了面 跟你想的一样了 有点失望 我想像你的流洋 也没肿成这样 那我呢 跟你想像的一样吗 我这儿还带着呢 对对对 时间差不多了 来 我过去摘了 来 来 我自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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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跟你想像的一样吗 不一样 我想像那陈怡然 眼圈没有这么黑 身上也没这么多烧 一五多五 一六多六 一七多七 一八多八 二二到四 二三到六 二十六八三十八 七八五十六 孙燕 出来 有什么事吗 已经释放了 收拾东西 赶紧走 收拾东西 苏总 您带来了 在哪儿 陈先生辛苦你了 把镁铐打开 陈先生在这儿住得怎么样啊 身体调养得如何 失去自由的滋味不好受吧 我最讨厌说话兜圈子 放屁肠弯子了 有什么话直说 陈毅然 要不是有人保你出狱 我一定会让你在白宫馆惨度余生 余生 不见得吧 我看用不了多久 你们这个魔鬼的宫殿 就会被炸得粉碎 而像你们这群魔鬼的信徒 也会被炸得血肉横飞 好一张叫嘴 陈毅然 现在有人保你出狱 长官公署也已经批准了 办完相关的手续之后 你就可以回家和你的老母亲团聚了 我不奢望你对政府的宽大感恩戴德 我只希望你在出去之后 不要再和政府作对 也不要和我杜因山为敌 否则的话 我一定会让你二进宫冲返白宫馆 请吧 什么名堂 写下自白书 然后送你回家 这就是你说的相关程序吗 没错 这也是你重获自由的最后一次机会 好 我写 看着陈先生 这么投入的毁过自白 我这心里面真有点伤感 我就想不明白了 你信仰的那个主意 在你眼里面到底算什么呀 难道只是在自由的前提底下 赶时髦追浪头的营生吗 你出去以后你可以好好想想 从你相信那个主意 到你为那个主意卖命 到被捕 到你现在 为了苟且偷生 放弃那个主意 所有这些过程 算什么 那就是活生生的一场闹剧 这就是我的自白书 我以后是怎么办 你不得了 那么你是不是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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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来 周总 停 上 陈一人 我们已经找到了你家 并且在你的家里面发现了一批挺进报和印报工具 经查 你秘密主办重庆地下挺进报 威非大肆宣传 制造谣言 动摇人心 还多次鼓动学潮工程 扰乱我后方治安 这些情况属实吧 属实 抗战期间 你就被秘密派府 川东川南川西川北 以及宁亚所属地区 建立组织 政协会议之后 你更是积极活动 和各地匪药 沟通仪器 以重庆为联络中心 秘密设置电台办报纸 企图待机叛乱 侧应匪军入川 这些情况也属实吧 属实 是 陈毅然 所有这些罪行加在一起 足够派你死心 并且是立即执行 现在一个实力通天的大人物 要保你出狱 我杜音山也不会把事情做绝 可你写下这么一份自白书 你说我还有可能让你活着走出白宫馆吗 我也没有想活着出去 好 很好 非常好 随便 带着 你就在这儿慢慢地等死吧 我宁可死 也不愿意祈求廉价的自由 最好如此 放你出去实属无奈 可现在有了这个 我也好有个交代 陆所长 白宫馆不是一直被大家细说成为 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吗 是 可是在我的眼里 还应该是逆匪的中殿杖 此求的伊甸杆 陆所长 好生款待陈毅然先生 必要的时候 可以让他和死神擦擦肩 甚至可以让他们握握手 杨小姐 这件事情我尽了全力了 人家也准备卖个人情给我 可没想到 你这个同学实在是太顽固了 不但没有悔过之心 反而写出这样的反动诗文 对抗政府 这就怨魔的别人了 完全是九尤之取 谢谢你了 杨小姐说什么 我说谢谢你 谢我 那好啊 散个脸晚上出去消夜吧 我不舒服 开天吧 你哭了 没有啊 那个陈毅然和你的关系 不仅仅是同学吧 周首长 我不送你了 来 我 calendar 你只是想要自己 我找你 我 отнош你 地里面 我看你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心头 谁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 才祈求自由 别说 不 不 不信靠他 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 我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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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的宫殿 也在小声中动摇 别说 魔鬼的宫殿 也在小声中动摇 说 说话让你再说 说 不信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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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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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鬼的宫殿 也在小声中中动摇 对对对对对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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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笑 我让你笑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畅凯歌 埋葬奖价 安城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伊安同志 写得真好 高畅凯歌 埋葬奖价 大畅 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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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 我看了 白老 江家王朝 简安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埋葬江家王朝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高唱凯歌 这就是我 共产党员的四白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高唱凯歌 二哥 别对 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埋葬江家王朝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共产党员的四白 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这就是我 一个共产党员的四白 高唱凯歌 百当江家王朝 共产党员的四白 行 行 来 郑忠 来 你天天给这石榴树脚水 是不是想吃石榴啊 能吃上石榴那就好了 你们不知道 这个石榴树只开花 就是不结果 我妈妈说 它跟我一样 营养不良 它有不结果的跟你吃 你为什么还要给它浇水啊 其实这个石榴树 是一个伯伯带回来的 它爬了在这儿了 它照我的可知道了 每天给它浇浇水 陪它说说话 树苗长大了 那个伯伯 就牺牲了 伯伯临死之前 把它托付给了一个叔叔 不久 那个叔叔也走了 叔叔临走之前 把它交给了我 他还对我说 虽然 它明年只开花 不结果 但是你要对它好一点 天天给它浇浇水 给它说说话 因为它也是我们的男友啊 珍珠 嗯 那从今天开始 咱们三个人 轮流给它浇水 好不好 好啊 好啊 快来呢 快来 快来 快点快 快来呢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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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说你是这里的老政治犯吗 老政治犯倒是老政治犯 从我这事起 大家得管他叫疯子 他咬铃铛干什么 特务说他有病 会传染 不让病人接近他 快来了 你跟他说过话吗 没说过 特务也不许别人和他说话 这儿的好人都不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个男校鬼 听他人们说 他是在刑场上被驾崩荡 快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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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这样子 不像是有病 我妈妈也说他没病 我妈妈还说 特务不让他和别人说话 是因为 因为这个分野也比较自由 可以下山没菜 特务 把他把这儿的消息带出去 特务 你们知道吗 杨伯伯就关在这种山上 外面的人 还都不知道 郑州 我问你个事啊 我听说白宫馆里有个说书人 你知道他是谁吗 说书人 没听说过 那这些人里 哪个会说书啊 说书 是 是 郑州 什么事 帮叔叔个忙 挠挠羊好不好 嗯 来 这儿对吧 往左边去一点 这儿 再左点 这儿 过了过了 回来点 这儿 对 就这儿 就这儿 好的 用点劲 使劲使劲 这大地主家大富豪的大公子大少爷 身上居然也长狮子 我就不明白 你就把衣服脱了 然后再抓抓不行吗 就是 这都活了二十年了 还没长过狮子呢 他在我身上安家呢 那也是有缘分 所以他去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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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跑了 赶紧给我下车 快 快 小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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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死疯子 你 你他妈想戳死我呀 你呢 快点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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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疯子没变着 你也看着吗 如果他有病的话 这帮看守 早就躲到他软软的了 你还想戳斗争 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 上级要求我们积极开展 统一展现和策反工作 发动护场护校 保护城市的斗争 迎接解放 配合接管 近一个月来 我们已经从华银山 及周边地区陆续抽调了 百余名同志 深入重庆市区 开展工作 现在已经有七十多名同志 通过党内同志介绍 及招工 进入各个工厂 平时配合工厂党组织开展工作 一旦武装结局进化成型 他们就可以马上和我战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